小伙伴们好,我是龙姐 香港电影一度奇微辉煌,毕竟是弹丸之地 基本上所有明星都是熟人 因此互相在电影中个串很常见 也造就了不少星光异异的电影 比如成龙的双龙会 黄百名的加油喜事等等 但真正做到明星多如牛毛的 只有富贵列车和豪门夜宴 豪门夜宴是为了华东水灾筹款的工艺 在商业影响力上不能跟富贵列车同日而遇 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这部富贵列车的幕后故事 谈起这部电影就不能不说洪金宝和他的同加班 从片头我们知道电影是佳和发行 宝和影业制作 佳和不用说是香港电影的巨头之一 宝和其实就是1979年 洪金宝和佳和合作的子公司 开山之作就是引领了僵尸功夫片的鬼大鬼 同样永胜 为何这些都是佳和的子公司 宝和影业的骨干就是红加班成员 洪金宝19岁的时候 凭着过人的身手和灵活的头脑 就已经做了武术指导 早年间带着成龙 袁华 袁奎等师兄弟 进入电影圈 坐着替身 龙套 也就是香港片中的龙虎武师 这就是洪加班的雏形 随着洪金宝的走红 洪加班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雄霸一方 富贵列车就是洪加班的得意之作 在电影中 洪加班成员表现亮眼 袁彪饰演的消防队长 一个镜头内完成从三层楼高的房顶 以狱而下 风中翻腾 并且着地后立马起身 继续演戏 这种高难度动作 没有扎实基本功和胆量的人 是不敢尝试的 跟着远表身边的消防队员 小猴同样身怀绝技 一个半空中跳跃的镜头 足以看出 他真的是像猴子一样灵活 片中出现的洪加班成员 还有曾志伟 林正英 钱佳乐 吴马等等 其中 曾志伟本来是香港电影 另一个巨头 新议程公司的骨干 曾志伟加入洪加班 是新议程解体的标志性事件 而林正英 吴马相继离世 成了无数港片明星中的痛 电影幕后中 最好玩的 肯定是众多明星的客串 走马观察室的明星们 去被洪金宝一个电话 叫来的 洪金宝回忆说 就是好玩 正好 有许多游客上火车的戏 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停工 反正都叫他们来 据说 这直接导致 几乎香港所有剧组停工了 因为演员们都去客串 富贵列车了 演员中 还有一个不得不说 那就是日本女星 大道永加利 一个镜头内 完成由地上打斗 到快速翻上楼 动作干净利落 虽然是女流之辈 没有用替身 可见 日本空手道冠军的名头 绝不是虚的 电影在1986年1月上映 票房卖了2810万 本来是稳坐当年香港票房冠军 没想到 七个月之后 英雄本色上映 票房破3465万 吴宇森 周润发 狄龙 三个失意男人 密西全香港明星 这又是另一个故事了